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Python的视频 不过在给您分享视频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Python之MyCraft 欢迎来到Python的我的世界 对 今天我准备给您采用Python这门编程语言 干什么 咱们来玩一下世界著名的沙河游戏 我的世界 该怎么玩 咱们一起来试一试 其实前一段时间 我给您做过如何 咱们在我的世界中操作一只小乌龟的视频 对吧 今天我给您介绍了这款编程框架 是微软官方的编程框架 也是非常的推荐 好跑 那咱们就一起来试一试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有一个使用Python编程语言 来游玩一下我的世界这款游戏 首先说我的世界这款游戏 它是老少街一样 不管您是成人 孩子 老人 都喜欢玩 它的创造性非常的强 而且有好多的学校 都把它当做了 教孩子们编程入门的一个平台 我认为也是非常的不错 好跑 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试一试 看看该怎么玩 怎么编 然后我今天的课件 都会放到我小马部落 discord的专区 有兴趣的朋友 您加入一下我的专区 下载今天的文档 好不好 OK 接下来我给您访问一下 它的官网 这个是Microsoft的官网 但是用来干什么的 用来搭建一个可以编程的平台 叫做MakerCode 咱们一起来访问一下 大家请稍等 大家请看 就是这个网站 其实我已经给您打开 是吧 在这里面呢 大家请看 大家请看 有各种各样的向导 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然后这个应该能调成中文 我看看怎么调这 这个应该能把它调成简体中文 翻体中文也是没有问题 对吧 然后呢 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向导 您通过这向导呢 就能够建立起您自己的一个 怎么说呢 编程模型 对吧 但是呢 我把这个使用方法呢 都总结到了我的文档当中 您看我的文档 应该就够了啊 好不好 那咱们回到我的文档 好 那咱们往下看啊 系统要求是这样 您不可能说马上就通编嘛 对吧 您系统中得需要装一些个软件 装什么软件 大家请看 首先咱们再去刚才的网 咱们需要在刚才的网站上 去下载一个 本地的开发的包 咱们看一下 在这个URL里面 会有一个说明 大家请看 您使用的本地的 麦克拉夫的版本呢 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呢 是麦克拉夫 我不给您最大话一下吧 大家请看 一个是麦克拉夫的 For Windows 10的这个版本 它不是普通版啊 它是10版版本 Win10版 好不好 换句话说 它是Pocket版 对吧 另外呢 是麦克拉夫的这个教育版 这个教育版啊 您必须应该有一个 学校的账号 然后呢 学生的数可能达到是8人 还是25人 它有一个限制 您才能够申请教育版 像今天我给你演示呢 采用的是左边的这个 Windows 10版 好不好 这个Windows 10版 怎么获得呢 是通过 麦克拉夫的商店 进行购买 我给您购买一下 咱们看一下 大家请看 这个呢 是Microsoft的商店 对吧 咱们在这个地方搜索 搜索什么 搜索 麦克拉夫 然后是Windows 10 大家请看 最下面这个就是 咱们点击它 大家请看 您如果想运行 我今天的课件的话 您需要购买这个版本 但这个版本呢 我是N年前已经买过了 所以说呢 我就不用再买了 那咱们今天 就是基于这个版本呢 我给您做一些演示 好不好 OK 然后咱们进入到 我这个SiteUp 这个URL 对吧 咱们往下看啊 您如果购买这个版本的话 那么呢 通过这个Windows 10 进行安装 版本呢 您不要买错 一定要通过Windows 10 进行购买 买Windows 10版本 坏了 我这样说 是不是又要给它推销了 是吧 完全没有推销的概念啊 您那也可以不买 那您就看我的视频 我给您做演示就算了 然后 微软公司就没给我钱 是吧 然后呢 您还要安装一个 这个非常重要 您只有本地游戏 是不够的 您需要装一个代码连接器 这个连接器是干什么的 这个连接器是帮 咱们连接到 MyCraft的这个Windows 10版本 然后呢 咱们可以向他们去编一些代码 输送一些代码 这个呢 非常的重要 您点击这个地方呢 进行下载 下载完后呢 声称一个EXE 那么呢 您安装下EXE之后 就可以使用 这个呢 我本地下载过了 所以说 我就不再给您下载啊 您点击这个地方呢 都可以下载 没有问题 下载完之后 会怎样 您的安装 安装完之后 会怎样 会这样 咱们看一下 会在您的桌面上 多了两个图标 您能看到我的桌面吗 一个是MyCraft 这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另外一个呢 是咱们的代码连接器 如果您都安装完成之后 那么呢 您就按照我的课件 下面咱们一点点的编码 好不好 好 那咱怎么编 咱们看一下 咱们首先先编一个 是这样 编码呢 分两种模式 第一 咱们编码 马上在成绩 在游戏中呢 就能运行 另外呢 就说 咱们呢 设置一个聊天命令 当咱们敲出哪个聊天命令之后 它才运行 我呢 采用这个方式 就说 咱们呢 在画面上 在这个MyCraft的游戏里面 咱们敲点聊天命令 然后呢 让咱们的程序生效 相当于是一个启动入口 好不好 OK 那咱们就按照这个思路做 OK 那咱们先少许启动 怎么启动 这个也是很关键 大家请看 我是怎么给您启动的 点击MyCraft 先启动游戏 这是没说的 对吧 先启动着 让它先启动 咱先不管 然后把它最小化 然后咱们再启动 咱们的代码连接器 好不好 为了节省时间 咱们两个同时启动 好 游戏 游戏怎么还没起来 当游戏启动之后 大家起来了吧 然后呢 大家请看 我拽过来啊 代码连接器 也出来了 这个代码连接器 大家请看 下面呢 给您提供了一个IP 这个是我本机的IP地址 您需要点击这个拷贝 把它拷贝到咱们游戏当中 才可以使用 好不好 我把代码连接器再拽开啊 好 那咱们 来个游戏啊 咱们新建一个Word 我看啊 重新建一个世界 我声音是不是比较大啊 游戏声调小点 好 我见啊 这个Minecraft 说一说 我玩的还真的就不是特别熟 咱们选择创造模式 好不好 然后 我看其他的设置有没有 因为咱们是编程模式 所以说 所以说大型这个位置 应该把这个激活作弊模式打开 这样咱们才可以编程 如果您不打开这个作弊模式的话 咱代码是不生效的 其他的代码 我看应该就不用动 对吧 咱们就这个模式 应该就可以 好 那咱们选择 我看 还有没有其他设置 成员 这个就不调了 世界无限 显示坐标 这个显示坐标应该要打开 对吧 我这是打开是关闭着 打开是吧 OK 然后咱们选择创建 咱们建一个我的世界 建完我的世界之后 咱们呢 按下T键也行 按下回车键也行 大型这位置建的还是挺不错的 这个位置正适合编程 大型看 左边出现坐标 对吧 这坐标很有用 咱们一会会运到 然后咱们怎么做 咱们首先 我看看 应该是按下回车 大家请看 出现一个聊天平台 对吧 在这个平台里面 咱们输入刚才 咱们这个代码连接的这个串 好不好 我点击一下复制 然后呢 再把它一开 然后在这地方 咱们拷贝过来 然后一回车 大家请看 服务器已连接成功 对吧 说明已经连接到咱们代码去 然后大家再看 这代码块就变成了这个模式 咱们可以采用多种语言 进行编程 我今天给您采用的是这个 make code的方式 好不好 咱们点击make code OK 它会启动一个大信价 它会启动一个程序的界面 对吧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 咱们可以对 在这里面编程 同时呢 在mycraft实践的进行反应 好不好 我把它简单的设计一下 那么该怎么做 首先咱们点击新建项目 其实我本地已经建了很多项目了 对不对 咱们新建一个新项目 好不好 然后这输一个项目名 比如就叫做 口妈 word 行吧 或者口妈变成什么东西 这您随便起 然后注意这地方 咱把它打开 有个代码选项 大家请看 是堆积木的方式 这个是scrush 这个是低龄 低龄孩子玩的 对吧 还有是python模式 还有一个是javascript模式 今天我给你演示 是python模式 好不好 OK 点击python模式 然后咱点击创建 这样会给咱创建一个代码框 对吧 在这里面咱们就会自由发挥对我们的世界编程了 该怎么编 咱们看代码 稍等我调一下声音 好 咱们看代码 首先咱们先编一什么 先编一个聊天框 干什么 大家请看 我在这个地方 使用游戏玩家这个对象 然后继承它一个on chat的方法 聊天 这聊天里面 大家请看 我这设了一个聊天命令 也就是说 当我按下run的时候 他会执行后面这个函数代理 这个函数代理干了什么事呢 大家请看 干了上面的事 什么事 大家请看 Player说 让咱们玩家说一句 你好 欢迎来到python语言的我的世界 就这么一个简单功能 咱们试一试看看行不行 好 那咱们就书干就干 马上开始 我连备注一块复制 复制到咱们代码当中 然后现在还不能运行 我得执行下 右下角这个绿色的 大家请看 运行按钮 对吧 能看到 我点击运行 这就可以了 好不好 咱们回到我的世界 然后前往左右走都没有问题 然后按一下回车 在这地方输入run 可以吧 一回车 大家请看 我的代理说话了吧 你好 欢迎来到python我的世界 对吧 非常的成功 说明咱们的 我世界的游戏 和咱们的代码区 连接起来了 对吧 那么干什么 那么咱们就往下接着编码呗 怎么编 咱们再来 首先打开 我的代码 大家请看 我给你演示的第一个程序 是什么 天上下飞机 下哪个飞机 不是下真飞机 是下飞的机 是吧 好 是这样 在我世界里面 很多的动物 对吧 有鸡 有牛 有蜜蜂 对吧 各种各样 咱们呢 让它从天上下点机 该怎么下 咱们试一试 把代码改一下 改成什么 改成player on chat 没说的 然后呢 我这 这个命令叫做下机 对吧 你不在天上下飞机吗 对吧 怎么下 大家请看 on chat 用on chat的方法 我在里面做了一个循环 循环十次 咱们可以先不循环 好不好 不循环 咱们先干什么 用它里面的 内部模块的spoon方法 做一个生成 生成什么 大家请看 这个就是小朋友们 编程要学习的咯 第一步 生成哪个对象 我这写的是机 你还可以生成牛 生成蜜蜂 生成各种各样的怪物 都可以 甚至包括生成一些个苦力怕 都没问题 然后面呢 是您生成的位置 您在哪个位置生成 这个呢 是相对于游戏玩家的位置 我呢 现在写的是 具游戏玩家左 左面坐标零 然后呢 上坐标 10 前坐标 10 也就是xyz的关系 咱们通过这个关系呢 先生成一只机 好不好 咱们试一试啊 运行 看能不能生成啊 好 那咱们就下机了 注意看 下机 对吧 一回撤 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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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下出来是吧 我看看 我的机呢 稍等 都运行着呢 没问题啊 咱们再 重新再来一遍啊 我的机呢 再开始 没有问题 回到咱们代理 走两步 怎么下个猪出来 再来啊 下机 好 应该是有机 大家请看 这边有了一只机 这不是别人下的 这是我刚下的啊 好好 这个猪一会 咱们可以再下手做啊 好 咱们机下成功 还没完 再怎么做 代码停掉 咱们呢 加一个循环 让它干什么 让它下十指机 为什么呢 大家注意看 这地方 咱们是python做的循环 对不对 咱们下十指机 还在我前面下啊 好 那咱们再运行起来 回到程序中 让它再下机 注意看 我刚才敲错 刚才敲错 敲出那个下加了 是吧 所以所以它没下机啊 注意看 接着下机啊 go 大家快看 天上下机了 下多少日机 下这么多日机 对吧 ok 没有问题吧 ok 还有代码去 这个地方咱们可以改 对吧 我刚才跟您说了 咱们可以下牛 可以下 蜜蜂 对吧 都可以 咱们改改啊 牛应该是靠 是吧 这话说的 应该是扣 是吧 好 咱们再下牛啊 下几只 比如说咱们下上它二十只 没问题吧 好 咱们下啊 go 回到咱们的世界 运行 下 但是在命令 咱们还叫下机啊 下机 大家快看 不但下牛 而且还都砸在了一起啊 没问题吧 下这么多牛 非常的棒啊 咱们再下别的 比如说咱们再下点小蜜蜂 好不好 小蜜蜂应该叫做B 蝙蝠也可以啊 咱们下 比如说下 三十只小蜜蜂 没问题吧 go 回到咱们就像中 翘啊 接着下机 咱们命令一直叫下机啊 大家快看 咱们是不是在下蜜蜂 下这么多人蜜蜂啊 OK 确实可编程啊 very good 咱们生成动物 生成物体的代码呢 已经完成 看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对不对 OK 接下来咱们再干点别的 怎么干 大家看啊 我代码当中 第二个 大家请看 超级蹦极 给你解释一下 我把代码拷贝过来 给你解释一下 这超级蹦极 是个什么意思 是说 我的命令叫蹦极 这没说 对不对 然后干什么 大家请看 我当前的玩家 Teleport 传输 传输到什么位置 传输到 据我现在的位置 X坐标 然后呢 高度Y坐标 然后呢 Z0坐标 也就是说 我原地起跳100个格 这就叫做 超级蹦极 对不对 OK 咱们试一试 运行代码 把我这关掉 回到咱们游戏 敲 蹦极 一回撤 大家请看 我是不是从天上 往下跳了 完成了超级蹦极 这个动作 对不对 OK 那咱们再蹦的高一点 是这样 我世界有多高 我也不知道 咱们敲个255 它应该是255高吧 这我世界 我还没有太深玩过 所以说真的 游戏这个画面 有多高 真不知道 咱们试试 25 看看能蹦多高 Go 接着蹦极 真的蹦的很高 看看周围 能看到 非常的不错 咱们再蹦 这我世界能蹦多高 999行吗 99 别出错 500 运行 500能不能行 试试 Go 500居然也行 大家看 咱们这叫不叫超级蹦极 还真的就叫 是吧 再往下蹦 而且成功落到了地面上 还没有受伤 对吧 OK 好 咱们超级蹦极 也完成 接下来 咱们看看 咱们再给您来一个 这个非常重要 大文字标语 一般比如给孩子庆祝生日 或者是怎么样 咱们会想在MyCraft世界中 写入一些个文字 该怎么写 就用这个命令 就可以写 咱们试试 大文字标语 马上给您运行一下 我怎么老听见鸡叫 嗨 咱们拷贝过来 大文字 我呢 在我的什么 在我的正前方 对吧 X等于0 Y等于0 但是在我的正前方 从West 从左往右写 写什么 写Hello 这个英文 它能不能写中文 我没事 我应该不能写中文 咱只能写英文 好 那么我的命令呢 叫做大文字 对吧 那么我一会敲大文字的话 它就能够在我的正前方 写出Hello 然后大家请看 这还有参数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是说 咱们拿哪个块写 像我是拿雪块写 您可以拿这个 比如说拿这个草地 拿沙子 拿沙石 拿各种各样的物体块 写都没有问题 我这选择是Snow 拿雪 咱们写一个 白雪 咱们去写一个文字 好不好 OK 试一下 马上就行 Go 好 回到咱们的课件 有点天黑了 敲 大文字 一回车 注意看 大家请看 在我的正前方 天有点黑了 但是还是写出来了 Hello 正在写 非常的不错 Hello 没有任何的问题 写出来了 对吧 OK 这个呢 您可以根据您的需求 在您的程序中 写各种各样的文字 都是没有问题 对吧 这个我就不给您 再做更多的演示 一看就会 对吧 OK 那咱们再往下 再往下 这个代码呢 稍微有点复杂 咱们呢 在咱们的正前方 搭一个黄金楼梯 该怎么做 由于时间关系 我也不想 这视频时间太长 我给您拷贝过来 您看一下 效果就可以了 代码呢 应该都不复杂 好不好 OK 运行一下 咱们看一下 在我的正前方 搭一个黄金楼梯 注意看 天有点黑了 说老师 坏了 稍等 我命令什么 Build gold 直接拷贝过来 就算了 好 咱们大家看 是不是搭了一个黄金楼梯 大家快看 搭出来了吧 然后呢 咱们还可以爬上去 完全都没有问题 这个就是说 咱们不仅可以写文字 咱们还可以控制程序呢 搭建一些咱们自己的建筑 都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是这样 您看到有很多的 麦克风 我世界做的特别好的 那些个作品吧 其实他们大部分 都是拿代码 构建的 他们很少自己一点点去搭 太麻烦了 而且呢 一旦一个块计算错 我都要重搭 对不对 所以说他们一般都是采用这种编码方式进行搭建 好不好 OK 天有点晚了 最后我再给您演示一下 一个我的代理 大家请看这位置 有一个我的小的助理 对吧 是个小机器人 这个和我以前给您做的那个小乌龟 是一个道理 他能够 咱们可以指示他 也能够干很多的事 咱们试一试 怎么做 我找份空地 然后呢 咱们运行咱们的代码 我呢 让他 让我的小机器人 苦力吗 来干活 在我的周围呢 给我搭建一个小沙石厂出来 好不好 这个代码呢 我也不给你解释 应该都不难 因为今天没有时间了 我呢 简单给他运行一下 看看 他能给咱们搭建一个什么东西出来 大家请稍等 这个名字叫做苦力来干活 是吧 少总 我把上面代码也拷一过来 咱们第五个代码 叫做苦力来干活 OK 咱们运行代码 试验一下 看咱们苦力能给咱干什么活 我的游戏命令 就叫苦力 其实简单给您说一下 他 我让他移动三格 对吧 然后呢 每移动一次呢 都会放一个桩块 放什么桩块呢 放一个沙石 然后呢 然后围绕着我的周围 搭建一个四方形 然后呢 他一点点呢 把自己给包围起来 这个是我这个当时写的代码的目的 咱们看看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 好运行 如果没有障碍物的话 他会自己建立起来 好叫做苦力 运行 我再找个位置 就这吧 输入 苦力 苦力 一回撤 代理过来了 大型 正在搭 对吧 这在搭没问题吧 咱们来看看 他会搭一个正方形 然后呢 把自己关在里面 这个呢 您可以根据您的需求呢 比如说您要是教自己孩子玩啊 对吧 或者您教一些小朋友玩啊 你可以给他们出题嘛 对吧 然后让他们 我等掉水了 然后让他们按照您出的题 进行了自己编写 你看像我编这个 这个苦力 把自己还 做了一个这个方块 给关在了里面 OK 这个就是程序的意义 其实我应该再加一方块 让他再在自己头上 再放个方块 对不对 OK 今天呢 通过了咱们几个简单的编码 真的用Python呢 来玩了一下 我的世界这款游戏 您认为 不是挺好的一款游戏吗 不是挺好的玩法吗 您可以通过自己编码的方式呢 可以创造出 我的世界中 各种各样不同的建筑物 我认为呢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学习编程语言 甚至说呢 您创造您自己的 我的世界的一个 非常好的方法 所以说今天呢 做个视频 推荐给大家 希望您呢 能够喜欢我的视频 好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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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